大家好 我是张恒 今天我在马尔代夫的海边 AKV岛的海边 现在是早上7点多 然后找我起来看看风景吧 这浪有点高 那今天想来聊什么呢 其实最近我来看风景 马尔代夫我用JH5拍的很多 之前我拍都是用Vlog 大家都会觉得说Vlog这个宽容度很高 然后会让画面显得更像电影一点 更有电影感 但我实际使用了JH5的Vlog L之后 它是一个Light的版本 那这个Light的版本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在高光和阴影都裁切了 这个我说了非常多次 嗯 那裁切之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哇哇哇哇哇哇 刚浪打上来 差点打到这个JH5 那这个裁切之后有什么问题 其实就是在高光和阴影的细节 就会全部被裁掉 那这样其实就相对没有电影感一点 就是你们有之前有看到我一些画面 在高光它是死白的 后面我在想说 是不是可以用HLG来代替Vlog 所以这次我马尔代夫之行 我所有的画面都是用HLG拍的 那我这边我分享一下HLG的 我自己觉得一些好处 那第一点就是它的宽容度 你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些素材啊 下面这些素材的话 都是用HLG拍的 而且有时候光比还挺大 但是你其实能够看到它在阴影还有高光的地方 就是整个动态范围被拉得非常大 就是整个动态范围被拉得非常大 然后其实是更具电影感一点 就给你们这些画面 你自己感受一下 第二点就是它的暗光的能力 像Vlog L它的暗光能力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就假设说我现在在户外还好 但如果一到室内 比较昏暗的地方 你开Vlog 我觉得不管它多少的ISO 它的暗部绝对会有噪点 这点如果是接触用户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包括我自己也试了很多次 在昏暗的室内 我是不敢开Vlog L的 只能开Cinema或709 或者是HLG 那我之前测试过 HLG在6400的ISO还是可用 锐度有一定的下降 但是总比Vlog L好 那HLG其实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像索尼之前我用S2用了三年 我觉得它颜色真是有点捉目不透 那自从A7M3 6400 还有R3也有HLG对吧 他们加入HLG之后 我觉得索尼的颜色真的是复活了 虽然只有8比特420 但是我有看过他们的素材 真的挺棒的 所以HLG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那这边我有一些关于HLG的一些曝光意见 我觉得大家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我在J9上面有一些测试得来的 包括我这一次也都是这么拍 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曝光啊 就是它也要跟S-Log一样 需要握曝 但是没有像S-Log需要过曝那么多 S-Log需要过曝大概两档左右吧 我没记错的话 那像这个HLG GH5的 需要过曝0.7档到1.3档这样子 它需要通过过曝 让它的暗部相对纯净 因为它的曲线本来是对高光有很好的优化的 所以高光的细节倒是还好 就是暗部的细节的话 它是跟正常的曲线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通过稍微播报一点点 让暗部相对干净 然后也不会有很多噪点 这是我这趟马尔代夫还有之前测试 拍下来的一个结论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那至于像A73的用户的话 我改天再做一下测试 那就不说太多了 先这样吧 我要准备去吃个早饭了 对 拜拜 拜拜 拜拜